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枪法 在同事面前他是这样的 但在敌人面前 他的枪法却是这样的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人们觉得自己很菜 从而放松警惕 好让他找到仇人替自己的儿子报仇 男人名叫杰森 是当地最有名的黑老大 联邦调查局找了他25年 却始终拿他没办法 可就在前不久 杰森带着手下准备去抢运钞车 结果运钞车刚出来 另一个团伙横空杀出 他们训练有素 瞬间就控制住运钞车 而此时杰森的儿子就在旁边 他害怕地拨通杰森的电话求助 但此时杰森正在通话中 在一名劫匪的逼迫下 儿子下了车 其他人则迅速转移运钞车里的钞票 眼看车里的钱就要被拿完 这时一名警卫试图反抗 接着他的眼神转向了杰森的儿子 就这样儿子死在了这群劫匪手中 随后杰森闻讯而来 可终究是晚了一步 对方连开六枪 杰森也倒在了儿子面前 好在他命大逃过一劫 经过三周抢救终于活了下来 而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一直想要抓捕自己的探员 因为他怀疑抢劫团伙可能也是黑道中人 于是双方达成合作 探员给他提供所有黑帮组织的名单 杰森则帮助警方挨棍清理 从那天起 杰森的小弟血洗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黑帮 但所有人都问了个遍 始终没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直到有一天 已经到了无人可问的地步 小弟猜测这起抢劫案 也有可能是内部人员干的 这好像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杰森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随后他通过关系弄了个假身份 来到当时负责运钞的安保公司应骗 面对安保公司的考核 杰森每一项都故意放水 尽量让每个项目的得分都控制在刚好及格 因为这样他才能干最基层的警卫工作 专门负责运钞 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遇到劫持运钞车的团伙 因为他自己就是干这一行的 他不信这群人尝到甜头后会收手 从那天起 杰森每天都在等待他们出现 同时也会把安保公司其他人的身份信息传给手下 试图找出那个内鬼 终于有一天 杰森像往常一样运送钞票 突然出现的劫匪 让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但由于白毛同事被抓当成人质 旁边的同事十分害怕 然而杰森却十分淡定 他先是按照对方的指示将车门打开 把里面的钞票扔到他们车上 随后故意把一个包丢在外面 就在劫匪下车去检时 杰森趁其不为开枪 你工作了 在同事的惊讶下 杰森挨个摘下劫匪的面罩 但却没有发现杀害儿子的人 只能失望地转头离去 很快这件事就震惊了公司的老板 他们终于意识到杰森不简单 质问杰森为什么在训练时那么惨 面对劫匪时却强弊命 然而杰森只是淡定地回答 显然这样的回答不足以让人信服 随后他们拿出一段监控录像 正是那天儿子被杀死的过程 通过他脸上的表情 老板大概猜出了杰森的身份 于是赶紧打电话通知探员 然而探员早已知晓一切 并通知他们不管杰森做什么都不要插手 因为这短短的几个月 杰森就给他省了至少20年的工作量 很快他们再次遇到劫匪 相比之前 这会儿杰匪更加训练有素 同事见状纷纷投降 可杰森却淡定地走下车 结果对方看清他的瞬间仿佛受到惊吓 立马中断行动迅速撤退 原来他们正是杰森的手下 回去后公司领导人对杰森进行盘问 而杰森还是淡定地说跟自己没关系 从那天起 杰森成了公司里的英雄 只要有他在其他人都信心百倍 然而时间过了三个月 杰森始终没能找到丝毫线索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白毛突然说出一个秘密 原来他就是安保公司的内鬼 而那天杀害杰森儿子的团伙 正是白毛曾经的战友 自从他们退役后 几人整日无所事事 普通的工作导致他们郁郁寡患 生活也十分贫苦 平淡的生活 让他们开始怀念刀尖舔血的感觉 就在几人为此困惑时 他们想到白毛在安保公司上班 于是七人一拍即合 白毛提供内部线索 其他六人则按照计划抢运超车 由于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加上默契的配合 他们第一次行动十分顺利 抢了45万美金 可七人平均分下来 到手的钱还是太少 因此他们把这些钱买了装备 准备再干一次大的就收手 然而就是这第二次行动 恰好和杰森的团伙撞伤 但由于他们有白毛提供的内部线索 所以快杰森团伙一步 劫持了运超车 本来计划一切顺利 拿了钱跑路就行 可他们却偏偏杀了杰森的儿子 正是因此 才有了杰森之后一系列的事情 而由于前两次尝到了甜头 七人越来越贪婪 再加上很快钱就花完了 所以他们打算干一票大的 直接抢安保公司的仓库 里面有足足1.6亿现金 如果成功 一辈子都不用再冒险 而今天就是他们的行动日 于是白毛把一切告诉杰森 并威胁他不要插手此事 否则将会被灭口 此时的白毛并不知道 旁边这个淡定的光头 正是来找他们报仇的 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 杰森假装答应 很快行动正式开始 白毛切断车里的监控和定位 告诉总部车子发生故障 然后悄悄把车开到一个仓库 让另外6人偷偷藏在后面 就这样他们光明正大进入仓库 通过提前打探的消息 其人只有8分钟的时间 他们先是控制住仓库里的警卫 然后用人质威胁 试图让操控室里的人 打开操控室的门 没想到对方竟然 直接拿起步枪反击 幸好他们早已做好万全之策 身上穿的铠甲 都是由防弹板做的 很快操控室就被攻破 他们成功打开金库大门 并开始装钱 而这正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 杰森趁机对旁边的劫匪动手 然后活活把对方勒死 随后换上他们的衣服 混进劫匪的队伍 接着趁机不备 又干掉一名劫匪 很快其他人发现异常 在狭窄的巷子里找到杰森 由于对方本就是退役特种兵 因此杰森显得十分吃力 费尽全力才夺过枪 结果却发现没有子弹 好在还有一把匕首 眼看战友们一个个倒下 白毛终于坐不住了 让同事给自己一把枪 接着也加入了行动 就在他们准备拿着钱离开时 杰森拿着枪赶来阻止 但很快还是被白毛抓到机会 扫了一锁子 看着倒地的杰森 吉人还以为他死了 随后幸存的三人驾车 撞开警车开始逃跑 他们早已提前设计好逃离路线 先是把车开进一栋大厦 然后把警车拦在外面 这样又有了五分钟的逃跑时间 可就在白毛下车搬前时 刀八男干掉了受伤的战友 这样又可以多分一份钱 白毛看见少了一人 刚想询问 刀八男却说战友是失血过多而亡 随后两人把钱 转移到提前准备的山地车上 这里有一条暗道 在地图上消失了几十年 暗道的尽头 就是他们准备离开的最后一辆车 可此时白毛已经起了疑心 正要动手时 刀八男还是发现了 最终欺人只有刀八男一人活了下来 他拿着钱回到自己的别墅 本以为终于能过上奢靡的生活 这时包里突然响起零声 原来是杰森提前放的 通过定位他找到刀八男 而此时的刀八男还不知道 哪里得罪了杰森 直到杰森把儿子的死亡报告给他 死者身中四枪失血过多 他才意识到 原来杰森是那个男孩的父亲 话音刚落 杰森看了第一枪 紧接着第二枪 第三枪 第四枪 至此杰森终于大仇得报 最终潇洒离去 而太原成了最大赢家 故事到此结束